健康2.0 有决心 有方法 健康一定零 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很多的养生方法 那哪些最简单 最有效 而且大家都说好呢 前一阵子我们在脸书举办了一个票选活动 感谢观众朋友热烈投票 告诉我们哪些是他练过 而且觉得很赞的功法 那投票的结果呢 已经统计出来了 今天我们就要公布前五名观众都说赞的养生方法 我们的第一名票选第一名的养生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李凤山师傅所提倡的平甩功 那李师傅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平甩功会受到这么大的欢迎 我在想可能它跟单纯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它不占时间 它也不占场地 如果万一天气不好的话 在家里也可以练习 所以就是很容易做 还有一个它的融合度也很强 你比方说像有很多不同运动的人 或者刚才老师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养生的方式 它都可以融合 它没有排斥 所以可以融会贯通 甚至还可以增或者是减这样子 对 可以增加它的能量 是 有做平甩功的请举手 对 一天华老师也有做 我没有那么努力地做 不过我最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 我要测试一下 发现真的不错耶 平甩功的精髓是什么 你认为它在做的时候 对 它练习的时候 就是可以平衡 它有中和的作用 增进循环 我们在养生的观念 最主要还是循环 是 那循环了以后 我们身体里面才能够排除一些 不必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它练到最后 它还有补充的作用 好 就是补气吗 因为它本身 它那个平甩功本身 它是洞中有静 就是我们讲说 好像类似洞蝉 我们讲说静有静蝉 洞有洞蝉 所以它类似洞蝉 那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再给观众朋友复习一下 那甩手功法怎么做呢 两脚与肩腾宽 好 保持轻松愉快 把呼吸调匀了 然后两手往前轻轻地抬起 好 现在开始甩动 一 二 三 四 五 每到第五下的时候 就轻轻地蹲一下 不用蹲得太低 完全看个人的体能状态 对 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在实践了 所以这次才会这么多人票选 但是要不要再提醒一下 它在知识上 是不是还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保持中正平衡 各位在甩动的时候 千万要注意 就是不要越甩越快 好 越甩越绷紧 它就会失去了效果了 它就会平常 变成平常的运动了 OK 通常你会建议做多久 通常我们以十分钟 唯一一个单元 OK 有一句话讲说 每日十分钟 十年不得了 就每天做十分钟 十年就不得了 我们曾经在仪器上 做过一个实验 就是前面的十分钟 它是一个基本循环 是 到第二个十分钟的时候 它就开始去攻坚 比较不容易循环的地方 是 到了第三个十分钟的时候 它就开始入病灶 可以有修复的功能 对 有修复功能